眼前的男子是个大夫 成年后就有一种并不能触碰女子 触碰女子后身上会起疹子 疼痛无比 而这天男人和女子所触碰 男人连忙起身 走到镜子前 查看身体 却什么也没有 很是奇怪 原来两人曾是掌管姻缘的天玺红丸二星 天玺星与胡王大战时 牺牲自己封印了胡王 却被胡王诅咒生生世世得不到爱 天玺星下凡受苦 而红丸则修为近尸 失去记忆 成为了姻缘 小红娘 开始了打工的生活 负责帮助新人洗劫良缘 为了升职加薪 于是决定下凡改掉姜长青的孤寡命 之后小红娘想尽办法接近姜长青 在姜长青诊病时捣乱 想要给姜长青牵线 来完成任务 升职加薪 只见女子离姜长青越来越近 姜长青连忙躲闪 不料却被身后的小红娘推了一下 成功牵上了手 姜长青连忙逃跑 回到房间后开始擦药 之后小红娘赶来帮师父擦药 没一会就好了 女子是下凡的小红娘 为了改掉姜长青孤寡的命格 当上了姜长青的徒弟 还为她推荐优秀的女子 之后小红娘拉着姜长青来到集市 由于人数众多 姜长青与徒弟分开了 姜长青很是焦急 四处寻找 不料却牵错了人 之后姜长青的病就发作了 徒弟并不知道姜长青的病 只知道姜长青不尽女色 千军一发之际 徒弟牵住了师父的手 师父的病直接就好了 都说了不让你乱跑 师父生气地离开 不料前方出现很多女子 师父很害怕 连忙抓住了徒弟的手 这天师父的表妹来找师父 看到眼前的景象很是吃醋 于是让小红娘起开 自己再为鸡汤给表哥 不要徒弟与她争夺一失手 鸡汤飞了起来 倒在了表妹头上 师父连忙护住了徒弟 这时表妹上来牵住了表哥的手 姜长青开始咳嗽 连忙牵住了徒弟的手 直接就好了 最终将两人推出门外 小红娘下凡做任务 已经一个月了都没有完成 身为月老的上司不断催促 最终让小红娘换了种方法 从师父的母亲那里寻找机会 这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 您也不能一直惯着师父呀 只见母亲从袖子里拿出了一瓶药 开心地笑了 一家人吃饭时 徒弟端来了甲鱼汤 里面已经加料了 之后让姜长青喝甲鱼汤 她却不想喝 于是母亲就生气了 姜长青只好喝下甲鱼汤 喝完之后药效有所发挥 女徒弟在她眼中十分地漂亮 也趁机跟着 不要师父直接将表妹推出房间 将徒弟按在床上 最终男人还是忍住了 让徒弟给她针灸 最终成功清醒 一记不成又是一记 将小红娘锁在屋子里 钱袋丢在地上 想诬陷她偷钱 不料却被妖精借刀杀人 只见屋里着火 外面的表妹闻到烟味赶了过去 表妹得知事情败露 连忙跪下说出真相 听到表哥想要将她赶走 于是伤心地离去 眼前的女弟子不一般 直接就要种在师父身上 师父把麦之后发现 原来是中毒了 之后将女徒弟带了回去 女徒弟醒后 男徒弟带来消息 表小姐被孤山狼抓走了 为了救出表小姐 几人想了一个计划 男扮女装给土匪们跳舞 不得不说很是好看 让土匪们兴奋不已 还得是头目 直接就看上了 男扮女装的师父 口味真不一般 而这时出现一位帅气的男子 他才是真正的孤山狼 孤山狼一个不小心 压倒了男扮女装的师父 赶来的表小姐看到直呼 他原来稀罕 这个类型呢 两人吃饭 使得知 并不是孤山狼绑架表小姐 原来骑马时摔下 被孤山狼所救 于是表小姐看上了孤山狼 想送他走 却是真送不走 真的是想不到 眼前的帅气小伙 是个大直男 脑回路完全令你想不到 只听梅小姐先说 总希望有人相伴 孤山狼听后 直接站起来说 有我孤山狼在 绝对不会让你孤单 梅小姐听后很开心 还以为她明白了自己的心意 不料孤山狼却 让自己的一帮兄弟陪她 这样就不孤单了 非常好的脑回路 梅小姐这时有点冷 孤山狼的操作了 令人大吃一惊 赶紧围上去啊 第二天徒弟和师父 布置好陷阱 想要帮助孤山狼 和梅小姐在一起 之后躲在了一边 梅小姐领着孤山狼来了 这时反派出现 想要偷袭师徒两人 孤山狼听到动静 直接就是一剑 成功命中了反派 刚想去追 却被梅小姐阻止之后 梅小姐继续找着陷阱 梅姑娘 咱们赶紧回去吧 最终孤山狼离开 梅小姐只好追了过去 师徒二人很是疑惑 走到陷阱上 成功被自己坑了 孤山狼与梅小姐后面 也成功在一起了 这天师父连忙找到徒弟 不看不知道 一看下一条 师父的胸口居然如此的肿大 女徒弟看到后很是惊讶 之后师父说出了真相 之后徒弟按了一下 师父身后的图案 随着图案的消失 师父胸口的巨物一同消失 随后在书中查到了图案的记载 正要看到解决的办法时 反派来了 直接将书液抢走 还将那叶纸放到蜡烛上 徒弟很是生气 当场施展法术 在人间施法会被雷劈 反派逃走 书液上只留下了两个字 于是徒弟就认为 解药是自己的眼泪 之后想尽办法都流不出泪 徒弟在师父的身上 发现了女人的头发 拿起头发后 师父身上的病状消失了 女人的头发居然也会引起诅咒 那是不是你的头发 也可以一直诅咒 随后徒弟将爱心型的头发 放到了师父手里 之后 徒弟为了完成任务 将师父带到穆小姐抛绣球的地方 之后穆小姐看到自己心爱的郎君 对准郎君抛出了绣球 还得是徒弟 只是撞了一下师父 师父就接住了绣球 居然被江大夫抢到了 穆小姐很是伤心 师父与穆小姐交谈之后 得知穆小姐早已心有所属 原来她家里人嫌弃那个男人穷酸 无奈之下 想到了抛绣球的方法 不料却扔到了江大夫手中 江大夫听后却说 难道就没有一味药 让相爱之人心灵相同 穆小姐听出男人已有所爱 就是她的女徒弟 穆小姐想了一计 我们暂且假西真做 之后两人情色和明 那叫一个默契 女徒弟看后心里很是憋屈 之后女徒弟离开了 晚上女徒弟开始怀疑自己 白天女徒弟得知了 穆小姐和男人的种种 两人都喝醉了 而另一旁传出了师父的声音 徒弟偷听之事 被身后的男人撞了进去 很是尴尬 只好坐在一起吃饭 而穆小姐和男人深情对视 最终两人手牵手私奔了 留下了师徒二人 之后殿小二端来了醋鱼 师父加了一块胃给徒弟 这个女子救了江长青母亲 老夫人想要撮合两人 但她的儿子早就与女徒弟在一起了 女子还在挑拨离间 将矛盾引向了柳英英 就连母亲都被骗得团团转 相爱的师徒二人想了一个计划 果然到了傍晚 那不算是你使了钱吧 玉英已经过去了 现在我喜欢的是你 狐狸彻底中计 之后狐狸献出了原形 女徒弟施法 但还是被雷劈了 最终二人不敌师父的绝情咒发作 而女徒弟则被上司救走 女徒弟得知了真相 五百年前 九尾狐与喜心大战 成功封印九尾狐 而天喜心则坠落凡间 成为她的师父 而红蓝星则不知所踪 等到女弟子回去后 发现师父已经不记得自己了 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 虽没有恢复记忆 却再一次爱上了女徒弟 不要绝情咒再次发作 绝情咒 爱得越深就离死不远了 为了师父的安全 徒弟只好在洞房花竹叶 将忘情要送进师父嘴里 九尾狐就快要突破封印 而天喜红蓝 二星却无法归位 九尾狐将人间变为断情绝义的炼狱 相爱的两人全都反目成仇 而女徒弟也只能在天上看着 这是上司说出了真相 告诉了红蓝星最后一个办法 如果想要流泪 只能自愿退去仙谷永世为人 才可解除天喜心身上的绝情咒 之后红蓝星下 凡找到师父与九尾狐对峙 很明显不是对手 师父看到地上破碎的发簪 想起了之前的点点滴滴 随着记忆的恢复 绝情咒也开始发作 最终红蓝星用出了最后的办法 我红蓝星 愿退去仙更 最终二人合力使出永结同心 二人成功将九尾狐再次封印 而两人则仙谷耗尽 永坠凡间